持續在台北地檢署還有台北地方法院為您掌握 柯文哲金華城案的最新進度 原本他昨天就已經申請擠壓送進了台北地方法院 但是整個停突然間程序停了下來 原因是因為檢方做出了一個最新的動作 這個動作叫做限制月券 在限月券的部分 其實今天上午8點半的時候也開了限月停 也就是月券停 法官必須要當庭 聽到檢察官來陳述到底為什麼要限制月券 而且限制月券的方法其實有很多種 包括為了偵查的程序 包括可能有別的案件還沒有審判的偵查完畢 他們會希望說有的部分的針對別案的券證 能夠作為保留 保留他其他偵辦的程序的順利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就是限制月讀的方式 其實原本之前 只要是一般律師辯護人想要月券的話 都是可以整份這個券證直接影印代出法庭 然後再去研究之後再回來開這個月券停 但是今天發現說這個月券停法官准許了 他的限制月券的部分就是限制他必須只能在法庭裡面 他們特地開了一間法庭讓兩兆的律師來現場這邊看 而且現場所有月券的方式都只能用看了之後 再進行這個清德筆記的抄路不能有整份的抄路的行為 那當時這個月券完畢結束之後就可以讓他們在開庭的時候 直接憑記憶除非必要的時候才能夠向法官提出 那我們能不能再出示所有的券證 這在所有的限月的這個動作當中是非常特別的 原因是因為這個券證他們怕擔心提出讓這個辯護人 這個月券之後可能帶出台北地方法院或是帶出去 會有其他的這個影響 那麼也讓這個整個偵辦程序 會有更多更多的變數 最主要今天檢察官做這個動作沒有做內容上的限制 而只有做這個限制閱讀他的地點的限制 那麼也是他主要今天要達成這個目的 那麼稍早的時候大約在八點半的時候開這個限月庭之後 在十一點鐘的時候法官已經確定准許限月的這個要求 也就是說檢察官在這一次又贏了一城 讓所有律師呢兩邊彭仁生還有柯文哲的律師呢 直接在法庭內開了一個法庭 讓他們在庭內來閱讀能夠確定呢 整個全程都是照法官還有檢察官告訴他們的 必須要閱讀的方式 那麼不能用影響的方式 也不能帶出台北地方法院 那麼在這個閱券結束之後呢 雖然閱券的時間是沒有限制的 讓他們慢慢看 但是呢事實上整個過程呢都被監視著 讓大家知道說絕對不能夠把這些這個 這個卷證呢直接帶出台北地方法院 在庭內呢看完之後做新的筆記之後 到時候確定開基壓庭的時候呢 也會由他們的心得筆記來進行這個場內的攻防 也就是說今天的基壓庭必須在 呃律師還有法官另外還有這個檢方三方呢 都確定這個閱券完畢之後呢 才會開始進行 預計最快呢可能是下午到傍晚的時候才會召開基壓庭 而這個基壓庭呢也關係著台北市的呃 呃前市長柯文哲還有前副市長彭震生 到底是不是會申請羈押 即使整個案件的爭議呢持續不斷呢 從一開始偵辦精華城案開始呢 檢方是大動作的從外圍開始慢慢的向裡面收網 那麼先約了彭震生之後呢 先限制他三線沒多久再約他 沒想到第二次呢居然就是申請羈押了 而這個案子到目前為止呢檢方持續在這個收網的部分呢 最主要是針對柯文哲到底有沒有收賄的部分 原本呢因為沒有這個找到金流的部分 所以是用圖利罪的被告來進行偵訊 那麼在這個之後呢呃又傳出了就是有這個金流的部分 而且呢部分還有七百萬的財產來源不明的這個東西呢 還代查在這個方面呢有可能會涉及這個案子最大的轉折 在這個情況之下警察官今天申請限制閱覽 讓他們在駕駛之前用限制的有限的空間來用憑記憶力 那麼閱券之後呢抄下所有他們認為有必要的攻防的徵點 那麼在這個駕駛進行的時候呢再跟這個法官還有庭上做陳述的時候 還有再跟這個檢方來做陳述的時候呢 雙方是憑憶力來做這件事情 可以說這件事情呢是這個法庭上面非常精彩的攻防站 預計也在下午持續進行喔 我們也將隨時為您掌握最新狀況